嗨!我是波子 端午連假你打算去哪裡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分享一下 好啦!其實那個就是釣魚啦 好不好?釣各位陷阱題 基本上這次呢 端午節請大家待在家 就算你想要出去呢 基本上也很難受 為什麼呢?因為這次啊 交通部針對這次的國道 做了一個非常嚴厲的管制 究竟什麼管制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那開始之前 麻煩先按下底下YouTube訂閱幫我訂閱起來 還有我們的Facebook粉串按讚加追蹤 還有我們的LINE社群 只要你是車友歡迎加入 放在下方資訊欄 當然也別忘了我們的團購 疫情期間車內的防疫不可少 這次波子哥一起團購的商品是 快一通的PM2.5空氣清淨機 除了調節基本的風量需求之外 還可以進控你車內的PM2.5值 UV紫外線殺菌 負離子釋放以及 HIPPHA濾網 你也可以滴喜歡的 精油味道在濾網內喔 有興趣的朋友們 趕快點擊下方資訊欄的連結 聽說波子團購可以折300塊喔 好!事情是這樣子的喔 剛才波子正準備前往這個 上北二高 綜合交流到上北二高 因為現在也晚了 那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是什麼情況 我現在人在這個 六四下面啦 也就是... 這算什麼路 我也忘記景品路還什麼路 對!然後呢 給大家看一下 正準備要上北二高 哇!這一圈是怎麼回事 各位有看到嗎? 喔!這個... 因為我等一下是打算這裡這樣上啦 因為這裡是六四啦 你看連六四也賭了 台六四線也賭 賭成這樣 那我剛才就... 原本要出... 原本要繼續往前走 後來先停在旁邊 雖然是臨時拍這部影片啊 就網路上找了一下 到底怎麼回事 活動車 現在就開始有車禍嗎? 還是有管制還是什麼? 結果真的有管制 事情是這樣子喔 端午連假我們知道 6月10號 13號以及14號 14號是端午節 所以呢 現在因為也疫情的關係 大家盡量也不要外出 避免群聚 那這次呢 交通部就針對這次國道啊 做了一個... 算是史上... 史上先例吧 應該算是史上先例 通常啊 只要遇到廉價 這個高工局啊 這個高工局就會... 半夜免收費 這種鼓勵大家多使用國道的措施 那這次高工局 針對國道做了兩項 第一項是什麼? 第一項就是取消了 20公里的免費旅程 因為如果各位常在開國道的話 應該也知道 就是我們在20公里以內 你只要在高速公路上 20公里以內 是可以免費的 是零塊錢 不會困你多少錢 20公里以上才會開始收費 那這次呢 完全取消了 所以你這三天 12、13、14 基本上沒有所謂的20公里優惠 你那樣照算好不好 單一費率照算 第二件事情是什麼呢 第二件事情 叫做 紮道移控管制 紮道移控管制 所以就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我相信應該會越塞越久 這次比較不一樣啦 那他只是希望你在 高速公路上的車的量 可以減少啦 所以你在紮道上 你看喔 哇這裡 從這裡開始管制 因為這裡是準備上紮道的地方 這裡開始管制 所以一定會越塞越多 那現在只是禮拜五晚上 你看明天 明後天 甚至端午節 一定是更省 更長更塞 所以剛好也拍這部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如果你明天後天正準備去哪裡的話 正準備上高速公路的話 要小心 因為一定會塞 好不好 一定會塞 他算是紮道移控管制 不管你上面車友多少 即使不賭也是也要管制 也是要管制 就是避免你大家都往上跑 那也是鼓勵大家待在家啦 那講到這個e-tag 很多人剛好也順便補充一下啦 很多車友私訊我說 是不是有所謂的九折優惠 是的 是有九折優惠 那基本上你在辦新車的時候 都業代都會幫你辦 這個所謂的e-tag 大部分啦 會建議你是綁信用卡 綁信用卡後 他可以自動儲值 那你沒錢的話 他自動幫你儲進去 就會提供你九折的優惠 那你如果今天已經沒錢了 然後又還沒去繳 他好像是四到六天內 你沒去繳的話 他就沒有所謂的九折優惠 所以很多人問我說 怎樣可以有九折優惠 是不是要辦車牌版才有九折優惠 NO 不是不是這樣的 基本上你只要 有所謂的自動儲值 那假設你沒有綁卡也沒關係 你在一定的時間內 去繳費 去完成繳費 一樣可以享有九折優惠 所謂九折優惠的標準就是 訂立在你有沒有即時繳費 所以剛好我跟大家也是做一個補充 那我打算就不去了啦 好不好就不去了 對啊像塞成這樣 哇那明天應該更塞 所以我等一下就不去了 因為博子等一下有一點事情 要上高速公路 那可能就改個時間吧 改之後吧之後再說 那也建議大家盡量不要上高速公路 好嗎 也祝各位端午節快樂 那端午節連假呢 博子會出一系列的新影片 好不好 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記得按訂閱 我接下來提示一下 會跟LED燈有關的影片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大家就乖乖待在家 Stay Home Stay Healthy 記得看博子解說的影片 那當然別忘了按讚我的Facebook粉專 甚至是我們的LINE社群 當然 更別忘了什麼 我們的空氣清淨機 好不好 剩沒幾台了 那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Facebook粉專私訊我 或者是下方資訊欄有所謂的連結 好嗎 好那祝各位動物節愉快囉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